大家好我是亭轩 今天来跟各位产后的妈妈们 来讲解几个运动示范 这几个动作呢 可以让你的身体肌肉松散的部位 还有你肢体的 就是说在生产完之后的松 还有就是说那个没有办法用力的位置 我们来做一个调整 让你的肢体达到平衡 然后跟一个紧实的感觉 那这三个动作呢 等一下会一一来为各位做示范 在产后妈妈呢 我会建议在大概十五天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来进行一些伸展拉筋 还有一些轻度的肌力训练跟有氧 那这个动作第一个示范呢 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走路 平常在走路的时候 我们是很轻微的好 一二三四 自然摆动的动作 这样的动作呢 慢慢的来速度加快 把你的脚抬高 手摆动里面来变大 好 来一二三四 摆到 填在最深最长的地方 好 抬脚 好 配合自己的呼吸节奏 这个动作非常的缓和 好 配合呼吸 这个动作没有限定次数 依靠自己的身体状况 来做调整 好 稍微走走走走 走到你开始过去 会觉得 有点上气不见下气的时候 你就可以稍稍的停止 好 等过了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身体呢 再来动一动 第二个动作的示范 可以借由家里的墙壁来做一个补助 好 来面对墙壁 双手支撑 身体呢 这个地方成为四十五度长 好 双手打直 支撑之后 凹肚 抬脚 凹肚 好 抬脚 凹肚 凹肚 抬脚 这样的动作十次 再换另外一只脚 继续做十次 好 这个动作呢 可以再做另外一个变化 侧 抬 好 侧抬 侧抬 会有扭转 你配合 脚的延伸扭转的时候 肩膀跟头 可以轻心往另外一边 也继续做延展 这个时候的腰腹 好 它就会做到一个扭转 你可以再抬高一点 好 抬越高 你会越次力 但是它对于我们腹部的脂肪 代谢非常的有效 还有抱小孩子 小baby的时候 会有腰酸带痛的情形 这样的动作对你来说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一样 左十下 右十下 不管 慢慢来跟我一起做的试试看 第三个动作的示范 一样 来 长臂做一个辅助 好 乘45度找另外一只脚抬起来 注意看好哦 我现在手要离开这个墙面 好 离开 好 伏地挺身身体下来 好 背上来 3 4 5 6 还有这个对腹部的核心 还有大腿的支撑 肌力训练 还有手臂 非常的有效 还有借由一只腿的伸展 沿展 对于我们的背部 肌群也有有效的帮助训练 好 十次之后呢 我们再换另外一只脚 好 好 核心支撑 下来 好 伏地挺身 3 2 记得哦 那只脚尽量抬高 可以翘臀 然后可以沿上你的背部 然后做伏地挺身的时候 手臂的肌力 可以做到有效的训练 还有腹部的核心支撑 还有大腿 好 加油 最后一下了 有没有气惨叙叙呢 这样的肌力训练跟有氧 效果非常的好 赶快动一动